一个人的相貌,往往跟他的内心有关,而一个人的言行,也会随着他的所思所想来表达。 俗话说,人有贵相,一看便知,哪些贵不可言的人,他们的相貌、能力、气势都是比较突出的,而这些都是其内心的映射,一个人自带贵相,身上往往有这四个特征。 你身上有吗? 国学精粹,指点人生,欢迎订阅山海国学。 代誓沉稳,古书道德经中曾曰,众为清根,敬为造君,经则失根,造则失君。 为人处事,不可过分轻轻服,唯有内心保持沉稳。 方能遇事时处乱不经,冷静处理。 一件事的功败垂成,既取决于个人能力的高低,也会受到个人心态的影响。 遇事便手忙脚乱,慌慌张张且不知所措,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无法应付自如。 凡事能沉着冷静,从容不破且不骄不躁,就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可以泰然处置。 在明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因马速丢失皆停不得不撤军回西城。 卫国都督司马懿率大军乘胜追击,一路将败退的蜀军逼入到绝境之中。 当时诸葛亮负责断后,驻守的城内没有武将,麾下的兵族也不过五千人,全无一战之力。 面对司马懿的大军压境,诸葛亮全无聚色,他命人将城门大开,自己则坐在城上悠闲地弹起擒来。 一向多疑的司马懿见状,以为诸葛亮在城内设了埋伏,于是不敢进军,只得率军撤退。 正是因为诸葛亮的镇定自若,安抚了散乱的军心,并且上演这出精彩绝伦的空城计。 就像于丹增说的那样,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于内心的淡定与坦然。 沉稳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智慧。 他给别人一种安抚的力量,也能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清醒。 所以,临危不乱的人,总能抓住难得的机遇,获得非凡的成功。 获达大度 莎士比亚曾说,宽容就像天上细雨滋润着大地,他赐服于宽容人,也赐服于被宽容者。 人这辈子,最难忍受的便是不甘心,而最难做到的是放下仇恨。 每当遭遇不公的待遇,总想与别人理论一番,每当被他人所伤害,又想四季报复对方。 殊不知,那些真正功成名就之人,往往都拥有大海般宽广的胸怀,能容忍常人难容之事。 对于别人的冒犯,他们会适时地退让,而不会选择与对方争锋相对,最后争得两败俱伤。 北宋时期,李航时任当朝宰相,权力之大,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却甚少滥用职权。 某日,李航在路上遇到一名年轻气盛的书生,对方拦住李航,开始细数李航为证的过失。 虽然对方毫无礼数,但李航依然谦虚地向他道谢,对方见李航并不恼怒,于是更加愤怒。 他大声地责骂道,你位居高官大卫,却不能好好地安眠计重。 又不引就辞职,妨碍其他显示报国之路,难道就不感到惭愧吗? 李航的侍卫本想抓住书生,可他本人却拦下侍卫,并恭敬礼貌地驳斥了对方的指责。 正如红衣大师所言,人之傍我也,与其能变,不如能容,人之无我也,与其能防,不如能化。 遭到无端的诽谤和侮辱,与其和对方争变,不如施以宽容,巧妙地化干戈为玉帛。 对他人宽容,就会给自己结下善缘,带来好运气,更是为自己积攒福报,保持善良。 罗素曾说,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 每个人的人性中,都有善恶两面,如何选择这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全看自我的修养。 对于云云众生而言,若是没有善恶的差别,上天对待众人,必然是一视同仁的,不分亲疏,且无偏无私。 当你选择成为奸诈贪婪,心肠歹毒之人,上天就会降下惩罚,逼迫他们付出代价。 当你选择成为心地善良,朴实醇厚之人,上天则会赐予福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或许,善良会给自己带来短暂的痛苦和麻烦,但从长远来看。 积善行德,终会召来福报。 1965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市,曾经发生过一起巧合又有趣的事情。 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女人在海边散步时,看到有个男孩溺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跳水救人。 所幸的是,男孩落水不久,爱丽丝成功将这个仅有四岁的男孩救上了岸。 九年后,这名男孩再次来到了曾经溺水的海滩,恰巧,这次是她发现了有人溺水。 于是她便跳入水中,将溺水者救了上来,更巧合的是,这个溺水者正是当年救自己的那个女人的丈夫。 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对她善,她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馈你。 保持善良,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境界。 别人受困时,你愿意施以援手,等你身陷淋雨时,别人也会义无反顾地帮助你。 日行一善,既能温暖别人,亦是善待自己,心怀善念,自然面生贵相。 诚实守信。 孔子轮雨有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泥,小车无月,其何以行之灾。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信用,不守诚信,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就像是车子失去了连接的一语月。 就算有轮子,他也无法前行了。 大家都听过一诺千金的故事吧,相传秦朝末年,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他一向说话算话,众手信用,得到很多人的信任,甚至当时流行一句谚语,得黄金百两,不如得季布一诺。 后来,季布得罪了汉高祖刘邦,被悬赏通缉,结果,不管赏金有多少,都没有百姓提供线索,反而人们,都甘愿冒着灭门的危险来保护季布。 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能够得到更多人的信任和帮助,反之,一个不守诚信的人。 为了一己私欲而失信于人,必然是受人唾弃,人人必而远之的。 所以,一个人的信用,就是一种贵气,人只有讲诚信,守信用,才会得到贵人的帮助,又才能越走越远,人生才会越来越顺。 欲是名言中有言,人之声也,其忧换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人生匆匆而过,有人慌慌张张,有人错愕迷茫,而有人则能在一地鸡毛中,也活出了诗情画意的模样。 所谓贵气是从内而外散发的魅力,是一个人的涵养,生活中,要是被人夸这么一句。 相信各位都会生欢喜之心,毕竟贵气这东西,千金难买,机遇难求,每个人都不甘平庸,渴望有大富大贵之命,能够光宗耀祖,名利双收。 一个自带贵相的人,必定是经历过生活的大苦大难,从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在一次次委屈中称大了格局,越是年岁增大,越是不慌不忙,淡定自如。 人有贵气,一看便知,这贵气通过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笛却可以窥见,无所事事有手好闲之辈,即使有短暂的福气,也终究会挥霍完,而端正品行,精进学业。 与人为善的人,才能在机会来临之际,犹如被伯乐赏识的千里马,在人生的路上,赛出自己的水平。 如果自己的身上没有这些产生贵气的来源,也要懂得每日三省无身的道理,向优秀之人学习,不断弥补自身的不足之处,让贵气由内而外地展现出来。 就让我们,从当下开始改变吧,一点点做更好的自己,面对生活的种种刁难,无惧无畏。 一个好命的人,主要在于自己拥有一颗的不同寻常的心,众里寻他千百度,漠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时的人在经历千回百转之后,终于发现原来自己寻找的东西那么简单,触手可及,这是一种极深的人生心境。 当我们能够做到面笑嘴善,处事得体,宽容大度,那么内心也一定是不惧风雨,宠辱不惊,自然也就成为了好命之人。 如果你看后有所受益,或者看后有所醒悟,感谢你的订阅和分享,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有缘相识,我们一起前行,遇见更好的自己。 感谢观看